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看了一个新闻 实际上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说我的枕头 就是我们华人就翻译成枕头哥 叫Mike Lindo 他昨天也正式了 他昨天在接受这个 在美国应该算是最大的基督教的这个 电台 也是网站 叫CBN news 接受他们的访问的 独家访问的时候 就说应该在最近很快就会出来 那具体两个月还是一个月 我们不知道 这个网站或者社交媒体的名字 已经定下来了 原来有改过名字 那现在最后的名字就叫frank 那我也去这个网站上看了一下 正在工作 马上就会 这个 就会呈现给大家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人 都感觉到美国的言论自由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就说Mike Lindo 他在一月份的时候 当他抛出来就说 选举舞弊的很多证据视频的时候 包括脸书也好 推特也好 这些很多的社交媒体呢 就彻底就封杀了他 彻底的封杀了他 不是说是在有条件 就完全封杀了他 那对于我个人来讲呢 比如说我的推特被封过两次 我还都没有说什么 就是支持一些保守观众 保守理念这样的事情 而且现在在YouTube上面呢 比如说 我是支持这个保守理念的 当然我也发一些分享圣经的 常常受到这个油管的这个限制 所以说呢 他呢 具体什么时候开呢 我不知道 那当然主持人也有问他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网站叫Frank 有什么内容限制吗 我们这个Mike Lindo枕头哥Linder Mike说 只有一项 是不允许的 什么呢 就是色情 就在色情的东西 在这个Frank上不可以 别的都可以讲 那都可以讲 这是 这个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赋予每个人的一个权利 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的权利 说我们说呢 非常期待 这个新的社交媒体叫Frank 能够出来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不知道 他说一下他也确实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查 很多人都非常的兴奋 都说一旦出来以后 立刻去登入 而且他也是基本上也 呼吁所有那些受到打压的 在开始以来的第1时间 最好就能够抛弃所谓的亚马逊也好 苹果也好 这个油管也好 脸书也好 推特也好 到他那边去 而且呢 他会 这个会给这样的一个一个奖励 到底怎么样的奖励我不知道 那我是很期待 如果这个Frank一旦开了以后 我会第1时间 注册 登记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这个上面应该是有各样的都可以 你可以有各样的言论自由的说法 应该有各样的视频 你可以进行直播 你可以有你的社区 你可以自由敬拜你的上帝 这是 这是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包括脸书 推特 油管 这个 包括谷歌 这些大的社交媒体巨头啊 已经形成了一种法西斯主义 或者是共产集权的一个这个 管制 已经是把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极大的伤害 所以说呢 我们会急认真的这个 关注这件这个媒体的事情 如果这个Frank 尽快出来以后呢 我也会及时跟踪 请大家第1时间 都去登记 都去注册 然后呢 真的是大家多多支持这样 就算他说 你任何人 你只要不是色情的 别的都可以登 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有良心的媒体能够出来 让美国重新保障 让百姓的言论 自由 那我一会儿也会把这个 他的网站的 截图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我们就这个 这个引进以待 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至少我是非常兴奋的 当然我们也听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自己的社交媒体也出来 我们也欢迎 真是很非常开心期待 这叫什么不作恶 不作死 叫什么来说的 你说这些社交媒体压制这个保守派 现在他们会产生极大的竞争对手 至少我觉得美国一多半的百姓都会在 这个 Frank 或者是川普总统的这社交媒体上会重新注册 这个整个格局会有变化 各有变化 好 这个小消息呢就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